欢迎参加信心的勇士系列布道会 我们将一同探索救赎的故事 这些德蒙拯救之人的事迹 向我们启示了圣经中许许多多宝贵的教训 今晚要与大家一同探索的这位信心豪杰 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圣经人物 或许有人知道我要讲什么 但我想测试一下 请大家认真听题 你认为在整本新约圣经当中 最最虔诚的门徒是谁 想到了谁 约翰 彼得 一听到门徒浮现在脑海的往往是一些使徒 要知道有很多门徒都不是使徒 我想到的这个人物并不列在十二位使徒当中 而是一名女性 是个女门徒 我认为应该是摩达拉的玛利亚 在圣经四福音当中 玛利亚这个人物似乎有些不可琢磨 甚至我们可以用神秘莫测来形容 因为你会发现 在很多不同的地点 玛利亚的出现始终是在耶稣的脚前 网站书库中有几年前我写的一本书 名叫在耶稣脚前摩达拉的玛利亚 这本书的内容与电影达芬奇密码所刻画的情节 以及某些伪经所杜撰的玛利亚天查地别 他们谎称玛利亚与耶稣有一段恋情 简直是无稽之谈 我们必须忠于圣经 通过研究圣经中 有关玛利亚的事迹 我们可以对福音救赎 以及自己与上帝的关系 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所以这位妇人就是今天要学习的信心勇士 下面来看一看圣经作者笔下的玛利亚 首先请大家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 如果大家熟悉圣经 你会发现在四福音中 唯独约翰记载了这段故事 我们从八章的第一节读起 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清早又回到殿里 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 他就坐下教训他们 文士和法利塞人带着一个行银石 被拿的妇人来 叫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 夫子 这妇人是正行银之时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 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耶稣却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仿佛没有听见他们在说什么 之所以费尽心机设下如此缜密的陷阱 无非是想趁机除掉耶稣 依照当时的政治环境 只有罗马政府有权宣判死刑 一旦耶稣宣判了这妇人的死刑 犹太人会立刻处死 玛利亚毫不手软 他们才不在乎 然后会通报罗马政府说 一个叫耶稣的拉比 不尊重你们的权威 耶稣自然会被捕 耶稣若说 不 我不相信摩西的律法 这些人就会煽动暴徒 用石头打死耶稣 因为他拒绝了摩西的律法 他们坚信这一次耶稣再劫难逃 在人看来 这个圈套似乎毫无破绽 有一个女子来耶路撒冷过节 当时是祝彭节 她名叫玛利亚 当然 我个人认为这个被拿的妇人 就是摩达拉的玛利亚 稍后会解释 摩达拉是加利利沿海 一个臭名昭彰的小镇 也是当时罗马士兵花天酒地 度假消遣的圣地 耶稣被称为拿萨勒人 一听就知道是从哪来 摩达拉的玛利亚 显然是摩达拉人 换作今天可以称之为 拉斯维加斯的玛利亚 摩达拉是罪恶之城 一个道德沦丧 只醉金迷的城镇 但是这个名字就让人瞧不起 摩清玛利亚的行当之后 法利塞人精心设计了陷阱 值得关注的是 这妇人是刑银时被拿的 那么奸夫去哪了 按照摩西的律法 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 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 由于奸夫与这些人串通一气 就被放走了 只抓了这妇人 将她无情地拖到耶稣脚前 耶稣似乎没有听到他们说话 始终沉默不语 她静静地弯下腰 专心在圣殿的地上画字 仿佛没有听到这些人的控告 他们催逼耶稣 不住地问他 经上记者说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这里有很多教训 你认为耶稣在写什么 我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是创造主 凡被造的都是借着他造的 我相信摩西在西奈山领受 十届时耶稣就在现场 有关上帝亲手写字的论述仅有不多几次 将十节写在石板上是其中一次 还有一次 上帝在巴比伦宫廷的墙壁上写字 所写的内容是上帝对这个帝国的宣判 这一次耶稣在圣殿的地上画字 在四福音中 有关耶稣写字的记载仅此一次 有关耶稣唱歌的描写也只有一次 就是在他被定的前一页 我认为耶稣当时在地上写的是律法 更确切地讲是那些 控告玛利亚之人所违背的律法 是那些人私生活中的秘密罪状 控告的人发现 耶稣竟然熟知他们见不得人的一面 本以为耶稣在地上乱写乱话 仔细一瞧 发现所写的内容竟然是他们的犯罪细节 耶稣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看到地上的自己 他们一个个羞愧难当 强烈的负罪感涌上心头 仿佛自己正站在颁布律法的耶和华面前 要知道有朝一日一人要审判天使与恶人 这些原告 在上帝的圣殿中 目睹上帝的儿子 写下了他们的罪行 他们意识到自己 没资格 处死玛利亚 毕竟是他们故意勾引陷害这妇人 如今却厚颜无耻地反过来控告他 其实他们是共犯 利用了这妇人无视法律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地位 就连比拉多都知道 他们控告耶稣是出于嫉妒 那些控告的人 看到了自己隐秘的罪 就从老道哨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他们扔下事先准备好的石头 一个个垂着头灰溜溜地走了 一会儿功夫 所有的原告都不见了 只剩下这女人 现在不妨从玛利亚的视角来看这段故事 马利亚一定羞愧难当 无敌自容 如果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个屏幕 可以现场直播 你的每一个心理活动 该有多么尴尬 有一次乘坐国际航班 每个座位后面都安装了一个小屏幕 半夜醒来 我发现所有的屏幕都亮着 于是突发奇想 要是每个人脑门上有个小屏幕 会是什么样 上帝能看透人心吗 当然 他可以 要是现场直播你的心理活动 你一定会无底自容 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上帝那里 都是赤路敞开的 每个人都要向上帝交账 设想你就是玛利亚 正在做一件不该做的事情 在犯罪 突然地方教会的宗教领袖破门而入 抓个正着 犯罪的事实铁证如山 不等你穿好衣服 就被他们无情的 拖拽到了耶路撒冷的大街上 当时正值住棚节 一时间引来了众人的围观 在众目睽睽之下 你被带到了最神圣的场所 又被拖到世界上最圣洁之人的脚前 这足以令人颜面尽失 对吗 我被捕过几次 那天我说过 有一次被捕是因为穿着暴露 当然这事并不光彩 那几名警察简单做了笔录 就把一丝不挂的我带走了 御友们问 犯了什么罪 抢银行 你呢 伙计 杀人 你犯了什么事 罗勇 实在是尴尬极了 我难以想象 当时玛利亚有多么羞愧 有一句话我记忆犹新 耶稣的脚前是每一个进退为骨 一筹莫展之人最宁静的港湾 这恰恰是玛利亚在圣经中 最先出现的地方 他俯伏在耶稣脚前自残行贿 为自己的罪痛悔不已 耶稣知道他是罪人却没有定他的罪 最后控诉他的人都走了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说 父人 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主啊 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每个人都愿意听到这句话 主对玛利亚说 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拯救人 世人都犯了罪 我们的罪已经定了 而耶稣渴望拯救我们出死入生 耶稣对玛利亚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难道这句话是指耶稣赞许奸淫的行为吗 耶稣并不是说放心吧 律法已经定了十字架 你可以肆意践踏了 他没这么说 淫乱依然是罪 按照上帝小玉摩西的律法 犯奸淫的人 尤其是已婚人士 不论是有妇之夫 还是有妇之妇 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 那么耶稣为什么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你自由了 为什么这么做 有种推测虽然查无实际 却也无法证明是错的 我认为 这是圣经中首次提到 玛利亚 约翰称她为妇人 约翰也曾记述了 玛利亚另一次尴尬的经历 虽然其他福音书作者 称她为妇人女人 而约翰却说明 这妇人就是玛利亚 可见 这些福音书作者 并不想让玛利亚感到难堪 那么主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是什么意思 耶稣的言外之意是 去吧 我要替代你的位置 的确 你犯了罪 而罪的公甲就是死 但我不是要定人的罪 而是救人 我来承担你的刑法 去吧 你自由了 但耶稣又说 从此 不要 再犯罪了 很多步道士都不讲最后这句话 耶稣并没有说 去吧 试着少犯些罪 也没有说 请你缩减犯 坚淫的次数 能不能尽量少犯几次 一点一点削减 循序渐进 慢慢就好了 不 主说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二字的意思是将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 而不是让人继续活在罪中 主希望拯救我们脱离罪 他不是要定人的罪 而是施行拯救 玛利亚意识到眼前这个人 乐意饶恕他的罪 他心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圣人 他感觉耶稣有上帝的能力 而且充满了天父的慈爱 玛利亚或许认识一些男人 但那些人都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而这一位是以纯洁 无私之爱对待他 所以玛利亚心都碎了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耶稣脚钱 不过我再补充一点 当那些宗教领袖准备 用石头打死教会中某个犯罪的人 使耶稣表现得极为不悦 在圣经当中 妇人通常代表什么 在座的各位有谁知道 是教会 经上说丈夫要爱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我将西安的女子 是指上帝的百姓 比作秀美娇嫩的妇人 在整本圣经中 上帝将教会比作她的心妇 眼前这个妇人 的确是个罪人 但当宗教领袖围在一起 审判是从年老的到年少的 只是不要挨尽那些有记号的人 得救之人和灭亡之徒都有记号 有点像起书录里的记载 所以要小心了 不要朝教会扔石头 我们看到玛利亚 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哭泣 那是悔改的眼泪 但他无疑爱上了耶稣 因主乐意赦免他 玛利亚第一次进入读者的视线 竟然是这样一个 为人所不齿的身份 事实上 根据圣经后来的记载 耶稣曾在摩大拉的玛利亚身上 赶出七个鬼 他跌倒了不止一次 并不是一次赶出了七个鬼 而是跌倒了七次 耶稣赦免了七次 没有丢弃他 我们或许有些不解 好端端一个女子 怎么会沦落到 卖身的地步呢 多年前 我在棕榈泉工作 记得当时 我刚接受福音不久 信不信有你 我在一家饭店 靠演奏吉他和长笛过活 那是棕榈泉一家 休闲餐厅 其实算是嬉皮市餐厅 名叫桃子与青蛙 通常人们去酒吧消费 但酒吧打烊之后就会来这里消遣 饭店老板雇了我 而且提供伙食 但好景不长 因为我的演奏太不尽人意了 顾客都是罪汉 无所谓 我 下班时间很晚 这才是重点 下了班我开车回家 大概是凌晨三点的样子 有一位中年男子和他女儿坐在公交车站 我心想看了很多人不知道 棕榈泉的公交车半夜会停运 我停下车对他们说 伙计 这个点没有公交 恐怕得等到天亮了 他们说我们叫了出租车 这都一小时了 估计不来了 你们去哪 我习惯搭车 也乐意让人搭我的车 他们说 我们打算去小镇的南头 上车吧 奇怪的是 他们都挤进了后排 我当时开的是大众甲壳虫 我照着那位男士的吩咐 朝目的地驶去 通过后视镜 我发现这两个人根本不是妇女 他们很亲热 等到了目的地之后 男士下了车 女子却没有下车 我转身对他说 你要去哪 他说了一个具体的地址 我恰好知道哪 我说好吧 再送你一程 他还坐在后排 我调转车头 朝小镇北边驶去 透过一路上斑驳的灯光 我能看出他一脸的哀伤 当时我才信主不久 想借机传福音给他 大家不要误解 我并不建议青年基督徒 孤身去给女子传福音 尤其是在半夜 我对他说 你想不想一起去路边喝一杯咖啡 过去的事了 他说好啊 那个地方通宵营业的咖啡店 比比皆是 还记得有个连锁店 叫桑博餐厅 一毛钱一杯 谁都能喝得起 于是我们走进那家餐厅 边喝边聊 我直言不讳地问他 是不是一名妓女 我和哥哥在纽约长大 我们经常光顾 四十二号大街和百老汇 小小年纪就知道 那些女人在做什么 他承认 自己的确是 在干这行 为了不让他误解 我提问的目的 我又问你快乐吗 他显得很惊讶 于是我给他讲 耶稣的爱和我的见证 我说为什么干这行 他说自己和一个 拉皮条的男人住在一起 那人打了他 又给了他一些好处 他才十七岁 我还记得他叫马莲 他的样子我也记得 或许我说到了 马莲的痛楚 他开始痛哭 由于涂着睫毛膏 泪水都成了黑色 他说我多么希望有人能爱我 每每读到玛利亚的故事 我都在想 人在寻找爱的过程中 找错了方向 许多人为了寻找爱 却惹了一身麻烦 玛利亚也渴望爱 他感受到耶稣的爱 是那么纯洁 无条件的爱 他的心都融化了 于是成了耶稣最虔诚的门徒 他似乎明白了没有人理解的道理 他似乎明白了没有人理解的道理 再过一会儿我会讲 通过学习 我们发现 当玛利亚再一次出现在 耶稣脚尖时 他正在专心致志的聆听真道 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 在第十章作者记述了耶稣 去朋友家 歇脚做客 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节 他们走路的时候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女人名叫玛大 接她到自己家里 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 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 玛大伺候的士多 心里忙乱 就进前来说 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 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耶稣回答说 玛大 玛大 我想这是耶稣 唯一一次连说两遍女性的名字 他常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也说过 萨姆尔 萨姆尔 耶稣说 玛大 玛大 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有几件 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 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 完全沉浸在真道之中 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耶稣教她如何能不再重蹈 覆辙免得再惹祸上身 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这很重要 这里有两个妇人 妇人代表什么 教会 姐妹二人 一个坐在耶稣脚前 忘我的聆听真道 另一个却不停地忙忙忙 虽然在侍奉上帝 却只顾着做主的功 而忘记了做功的主 有很多人忙着为教会 为上帝做善功 可惜他们忽略了 与主建立一对一的关系 个人与主的关系 马太福音记载 在审判的日子 主会对很多人宣告说 走吧 我不认识你 可是主啊 我们在街市上传道 我们聚餐 我们周济孤儿 穷人 去医院看望病人 给囚犯传福音 主却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可见人的得救 在乎个人与主的关系 怎么建立关系 如何了解一个人 我和开论课不是闪婚 爱上某个人 自然会想发沟通 爱上了某个人 就得多接触 彼此倾诉心生 上帝怎么与我们交谈 每晚开讲前 都唱次我圣经 是借着他的话 有没有专门留出时间 到耶稣脚前聆听 真道 一定要留出这样的时间 这要比日用的饮食更重要 他嘴唇的命令 我未曾背弃 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 我虚用的饮食人 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你有灵修生活吗 沟通是双向的 我们要与主交通 你祷告吗 当然了 服务以及善行 可以表明与主的关系 但爱主才是大前提 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我们 如何理解上帝的爱 查考他的圣言便能 看到他的作为 能激发我们的爱 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 听灵真道 这样做有助于玛利亚与主建立爱的关系 我们也需要与耶稣建立同样的关系 还有一次 玛利亚也是在耶稣的脚前 好像少讲了一点 刚才直接跳到第三点了 现在讲第二点 玛利亚曾经俯伏在耶稣脚前 为自己死去的弟弟 拉撒路恳求 故事记载约翰福音十一章 姐妹二人烧信给耶稣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 你的朋友 拉撒路病了 耶稣没有立刻启程去医治 拉撒路 过了几天 等耶稣到了伯大尼 拉撒路不但死了 而且已经死了四天 玛利亚有个弟弟和一个姐姐 请注意这一点 许多学者认为 我本人也这么认为 莫达拉的玛利亚和伯大尼的玛利亚 是同一个人 有这么几点原因 首先 这两个玛利亚似乎比较富有 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可以资助耶稣的工作 伯大尼的玛利亚花费重金 买了贵重的礼物 莫达拉的玛利亚赞助耶稣的工作 证据在路加福音八章 名字也相同 当然这个名字很常见 他们都没有成家 在整本圣经中 也从未同时提及 这两个玛利亚 一处都没有 此外 两个玛利亚 每每出现 几乎总是在耶稣脚前 而且他们的名声 似乎都不好 不要让伯大尼的玛利亚摸你 而莫达拉的玛利亚 也是如此 圣经 从未同时提及这两个玛利亚 有时人们称耶稣 为木匠 拿撒勒人 耶稣也叫基督 在旧约圣经当中 西奈山也被称为和列山 所以一个人 如果有两三个名字 并不罕见 玛利亚从前 可能在摩达拉谋生 每逢过节就到耶路撒冷 他的弟弟和姐姐都住在伯大尼 离耶路撒冷不远 谁料弟弟拉撒鲁去世了 耶稣终于来到了伯大尼 他们跑去迎接主 不妨翻开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二节 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 又甚忧愁 便说 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他们回答说 请主来看 耶稣哭了 圣经中最短的一节 英文只有两个字 在圣经中死亡代表什么 死亡是生命的结束 不过 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 反之没有生命 我们身边是不是有很多灵命 已经死亡的人 难道我们不应该来到耶稣脚前 花些时间为这些人流泪祷告吗 如果你是一名基督徒 认识并拥有上帝的儿子 你就有永生想过这一点吗 还有什么能比永生不朽的身体 无尽的福乐 以及与主永远在一起 更有价值 福慧 永恒 荣耀 生命 美好 这一切无比宝贵 既然你已经蒙了拯救 而身边不计其数的人 正走向灭亡 审判和刑罚 你握着救命的血清却无动于衷 不愿意分享 大家愿意搭救江王之人吗 我们有没有跪在耶稣脚前哭求 有没有为身边纷纷走向灭亡的人祈祷 玛利亚代表教会 而教会要花时间来到耶稣脚前求主 拯救世界上将王的人 因着他的祈祷上帝做了什么 有没有施行神迹 赋予新的生命 耶稣来到坟墓前吩咐人 把石头挪开 马大说 主啊 他现在必是臭了 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耶稣对马大说 听着 我要让他复活 马大说 我知道在末日 我弟弟必要复活 这一点很重要 何时复活 在末日 在约翰福音 耶稣一连四次提到 在末日叫人复活 当主的日子 也就是审判大日 主要从天降临 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复活 耶稣对马大说 你弟弟不必等到末日 我现在就要让他复活 把石头挪开 于是 马大很不情愿地吩咐人 挪开了墓口的石头 耶稣大声呼叫说 拉撒鲁出来 尸体 已经腐烂这一点 毋庸置疑 令人诧异的是 他们听到 坟墓中有动静 拉撒鲁出来了 虽然精神饱满 不过手脚还裹着布 耶稣说 解开 叫他走 玛利亚很庆幸 在耶稣脚前的肯求 并没有突费了口舌 主垂听了吗 玛利亚说 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本以为会早点来 当你为他人祈祷 希望他们得到主所赐的生命时 要有耐心 有时看似绝望了 别放弃 继续祷告 他们说 主啊 怎么才来 有人 为丈夫 祷告了二十多年 甚至更久 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有的父母 有的父母为儿女祷告 四五十年 终于见证了奇迹 有人去世数年之后 儿女才归下上帝 年复一年的祷告 上帝都听见了 终于在合适的时机 蒙了主的垂听 本以为儿女灭亡了 不料复活之后 在天国遇到了他们 父母惊讶地问 你怎么在这儿 天使说 还记得你的祷告吗 这就是给你的回报 主行了歧视 所以要信心坚定 横切祈祷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再没有什么 比为江王的人 祈祷更重要了 身边有许多人 死在了罪恶 与过犯之中 所以教会 要像玛利亚一样 迫切祈祷 然后我们要花时间 在耶稣脚前 献上全部的你 这恰恰是 玛利亚的闪光之处 这段故事记载 约翰福音十二章 被称为伯大尼的宴席 也叫珍贵的香膏 马可福音十四章 路加福音七章都有 还是来看路加的描述吧 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节 经上说 有一个法利塞人 请耶稣和他吃饭 耶稣就到法利塞人家里 去坐席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 是个罪人 知道耶稣在法利塞人家里 坐席 就拿着橙香膏的玉瓶 站在耶稣背后 挨着他的脚枯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 把香膏抹上 如果阅读马可和约翰的技术 你会发现玛利亚 用油高了耶稣的头和脚 这很重要 因为基督这个词是指受高者 弥赛亚也是受高者 玛利亚从头到脚高了耶稣 圣经中受高的人为数不多 国王受高 先知萨穆尔高了大位 有先知受高 祭司受高 还有祭物受高 耶稣是我们的祭司 我们的先知 我们的王 我们的祭物 他高了耶稣的头和脚 玛利亚不仅使用了昂贵的 御用的真拿达香膏 还用眼泪高了耶稣 头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我以为 玛利亚把泪滴甩到耶稣脚上 我想哇 用眼泪洗脚 那得流多少泪 泪如泉涌才行 切洋葱也流不了那么多眼泪 后来我发现 这是圣经时代的一种风俗 当人们面对巨大的悲痛时 往往会泪如雨下 于是就把泪水收集在一个小瓶子里 这些眼泪被视为神圣的悲痛 他们将眼泪封存起来 纪念昔日经历过的种种痛楚 玛利亚带着自己的泪瓶 或许是一大瓶 倒在耶稣脚上 在圣经中脚代表经历 政客声称 对我们的痛苦感同身受 我表示质疑 但耶稣能体恤你 这一切他都经历过 他体恤我们的眼泪 也理解你所有的感受 事实上 你的每一滴泪水上帝都有记录 连你的头发他都数过 我也数过自己的头发 所剩无几 你经历的一切主都知道 玛利亚用眼泪洗主的脚 又用头发擦干 头发是女人的荣耀 这代表完完全全的降福 在主脚前哭泣 高油又亲吻他的脚 屋子里香气扑鼻 邀请耶稣的法利赛人 目睹了这一切 有几个使徒也在场 约翰福音记载 犹大低声思语 瞧瞧 这多浪费 把这香膏卖了 周济穷人岂不更好 犹大在乎的不是穷人 而是囊中的钱 他常从囊中偷窃 事实上 玛利亚的奉献 恰恰定了犹大贪婪 和自私的罪 听到犹大的指责 耶稣说 犹大吧 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无论在什么地方 传着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 我们恰恰在遵行主的吩咐 西门 马太福音记载 他被称为长大麻疯的西门 他是法利塞人 耶稣医好了他的大麻疯 于是宴请耶稣 或许马大爷跑前跑后 忙得不亦乐乎 西门设宴是为了尊荣主 耶稣应邀前来 这时玛利亚也来了 他在镇上名声不好 耶稣却允许这女人摸他 于是西门心想 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摸他的 是谁 是个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没错 玛利亚的确是个罪人 显然西门认为 玛利亚比他的罪更大 耶稣看透了西门和尤达的心思 大家有没有想过 圣经中只有两处提到有人亲吻耶稣 玛利亚吻了主的脚又侍奉主 尤达吻了脸却出卖了主 脚虽卑微 玛利亚却心满意足 脸虽高贵 尤达却背叛了主 西门心想 这人若是先知 尽管他治好了我的大麻疯 他怎么容许这女人摸他 我纳闷西门怎么对玛利亚如此了解 耶稣对他说 西门 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 夫子请说 耶稣说 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利偿还 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这两个人 哪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 你断得不错 于是转过来 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吗 大家都能看见这女人 满屋子都是扑鼻的香气 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这是当地的风俗 是出于对客人的礼貌 但这女人用眼泪 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磨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磨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耶稣知道 玛利亚有许多的罪 也承认她 是个大罪人 但主说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得知主能赦免许多的罪 高兴吗 耶稣接下来又说 所以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她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她的爱就少 意思是说 得赦免多 爱就越多 过去读到这些经文时 心想 难道再多犯一些罪 我就会更爱主吗 犯罪越多 赦免越多 爱主就越多 这种方式真够奇特 是这样吗 记得多年前 我在讲述这个内容时 一位女士起身说道 我在教会几十年了 我的父母甚至祖父母 都是基督徒 她说我家好几代都在教会 我也在教会长大 许多人从最终回转的见证 我听多了 从前无恶不作的人 竟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我从没有过那样的经历 或许我应该去体验一把 放荡不羁的生活 然后悔改 做见证 或许这样我就会更加爱主 我说 万万不可 主并不是说 你得像浪子一样 走一大圈弯路 然后痛改前非 这样就会更加爱主 得赦免多 爱就越多 有谁得的赦免少 西门认为玛利亚最大 而她的最小 偷着乐吧 大罪人们 世界上没有小罪人 连一个也没有 不论你认为 自己犯过什么罪 有什么过往 单单你一个人的罪 就足以将耶稣 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必须经历 这一切的苦难 即使是为了你自己 你是个大罪人 问题是 你是否知道 蒙了多大的赦免 一旦清楚自己 蒙了多大的赦免 爱就越多 怎么才能搞清楚 这个问题 请问赦免你的 代价是什么 物品的价值取决于 买方愿意付多少 救赎你的代价是什么 无价 这就是你的价值 如果明白赦罪的代价 晓得耶稣为你付出的一切 你的爱就越多 主对玛利亚说 你的罪赦免了 谁不渴望听到这句话 玛利亚不惜重金 甘愿倾其所有购买 这瓶帝王专用的香膏 然后倒在了耶稣身上 因为他不止一次听说 耶稣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主曾对门徒们说 我要去耶路撒冷 在那里有人 要将我迈在罪人手中 人要把我钉十字架 鞭打审讯 第三日要复活 门徒们说 不 别乱说 不 万万不可 他们都不听 基督多次重复 连仇敌都记住了 祭司长对比拉多说 听说这个骗子 三日之后要复活 仇敌听说了 玛利亚也听说了 耶稣说 他趁我还未受难 用油膏啊 我们往往是在 人去世之后 在葬礼上送礼献花 纷纷追念死者 生前的优点 活着的时候怎么不说 有人对死者的赞誉 甚至会言过其实 玛利亚趁主活着 表达了他的爱 所以我们要趁着 还有机会 行动 表达对主的爱 玛利亚将厚礼 献给了耶稣 你认为他会后悔 自己的举动吗 来看第五点 这一次 玛利亚来到十字架下面 在耶稣脚前 瞻仰被定的救主 这是一幅 令人陶醉的画面 因为 在科西玛尼远 使徒们 似乎浑身是胆 愿意为主赴汤蹈火 在最后的晚餐时 彼得说 众人都离弃你 我总不离弃你 当暴徒来捉拿耶稣时 彼得拔刀相助 随后却四散而逃 路加福音记载 当耶稣被定十字架时 他们都远远地站着 看这些事 但在约翰福音 十九章二十五节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 有他母亲 与他母亲的姐妹 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 和摩达拉的玛利亚 十字架旁边 恰恰是这些虔诚的妇人 其他人很害怕 只是远远地观看 但这些妇女 不顾后果 他们只顾 为受难的主哀伤 希望耶稣看到他们很在乎 在十字架下 在耶稣脚前 恰恰是他们表达了 对主的爱 玛利亚再一次 来到耶稣脚前 他在哭泣 在主脚前仰望他 耶稣终于兑现了自己 早先的承诺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 我也不定你的罪 每一个人都该像玛利亚一样 来到耶稣脚前 仰望为我们 担罪的羔羊 有关十字架的诗歌很多 主十架 主十架 我要时常靠近 在十字架下 万人性命得保全 愿靠十架 度一生 为什么这些作者 对十字架情有独钟 因为十字架 才是福音所围绕的核心 十字架也是一个轴心 是整本圣经的支点 十字架不但彰显了 基督爱的大能 也彰显了魔鬼对地位的贪欲 在十字架上 我们看到上帝完全倒空了自己 而魔鬼 撒旦万恶之手 大魔王 他恨不得使出 所有折磨的招数 耶稣却说 富啊赦免他们 十字架让人 看到了主的爱 我们如何悔改自己的罪 经上说 岂不知 他的恩词是领你悔改 所以借着仰望恩主的牺牲 我们便会完完全全降服 所以玛利亚在十字架下哭泣 十字架是圣经中被人误解 最多的真理之一 人们认为十字架能带来好运 纷纷佩戴十字架饰品 却没有人愿意背 基督说若有人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保罗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二战时期记得是在意大利战场 有一名青年步兵 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 不得不跳进了碧弹坑 他想把碧弹坑挖深一些 总觉得太浅 于是徒手开挖 挖着挖着挖出了一个银色的十字架 显然这是另一名士兵掉在这里的 一名随军牧师 突然间也跳进坑里躲避子弹 那名士兵说 你来的正是时候 快告诉我这玩意儿怎么用 人们只知道十字架和基督教有关 他们看到教堂有十字架 有人戴着十字架 但是这东西怎么用 人类可以借着仰望耶稣的牺牲 注目他的爱 默想他的救赎 我们的内心会产生神奇的变化 看到耶稣为你的罪忍受酷刑 你就不会再为一些琐事斤斤计较了 你所站的高度变了 我得快点讲了 下面是第六点 玛利亚在坟墓中 侍奉耶稣 约瑟等人将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 然后那些妇女就去料理后事 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五节 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 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 约瑟买了细麻布 把耶稣取下来 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 凿出来的坟墓里 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 摩大拉的玛利亚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她的地方 他们目睹主的身体怎样安放 爱主置身的表现 因为安息日近了 他们没有时间再高耶稣的身体 对于耶稣和使徒来讲 安息日极其神圣 于是他们回家 预备了香料香膏 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记载路加福音 此前他们包裹了主的身体 所以主复活之后 将果实布放在一旁 谁缠裹了主的脚 不得而知 或许玛利亚 他说我来包裹主的脚 另一个玛利亚包裹了主的头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五十五节 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 跟在后面 看见了坟墓和她的身体怎样安放 坐在主的脚前听到 很重要 像马大一样为主服务 也很重要 但要知道爱和听到 要先于为主服务 请翻开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九节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耶稣复活了 就先向摩达拉的玛利亚显现 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点 玛利亚在耶稣脚前激动不已 喜不自胜 耶稣本可以向很多人显现 但在第一日的清晨 耶稣先向摩达拉的玛利亚显现 后面又说 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 为什么偏偏是七个 一个重要的圣经数字 大家联想到了什么吗 七 请大家翻开 真言六章十六节至十九节 根据所罗门的记载 最大致分为七类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撒谎的蛇 听说过七宗罪吗 留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迹的心 飞跑行恶的脚 图谎言的假见证 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 这都是 耶和华所恨恶的 耶稣从玛利亚身上赶走七个鬼 玛利亚代表什么 是某类教会 你犯的任何一样罪 都包含在这七样里面 好在基督赶走了这七个鬼 他可以饶恕 拯救你脱离一切的罪 真言二十四章记者说 一人随七次跌倒 仍必兴起 玛利亚又在耶稣脚前 约翰福音记述了这段故事 妇女们很早就来到坟墓那里 他们约好了会合地点 但玛利亚先到了 既发现坟墓空了 就原路返回 途中遇上了带着香料的妇女 这些妇女来到坟墓前 就见了天使 玛利亚跑去通告了约翰 还有彼得 二人飞奔到坟墓 发现已经空了 就离开了 我写书的时候 深入研究过事发的具体顺序 玛利亚独自在那里 其他人来了又走 包括使徒 只剩下玛利亚 他不肯离开 他想这是我最后见到主的地点 若见不到他 绝不离开 除了这儿 我不知道还能去哪儿 我亲眼目睹耶稣的身体 被安放在这里 我要等他回来 玛利亚 整整一个周末都在以泪洗面 等待 听说过中犬包庇吗 这个故事曾经风靡全球 包庇是一条苏格兰犬 事情发生在苏格兰的爱丁堡 有一个牧羊的人 名叫老乔克 包庇和乔克生活在一起 忠心耿耿 可惜老乔克还是撒手人寰 葬在了教会的墓园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接下来的十四年 包庇除了每天去镇上 乞讨一点食物 其余时间全都守候在 主人的墓碑旁 后来人们将包庇和主人 葬在了一起 包庇想 这是我最后见到主人的地方 我绝不离开 都听过这个故事吗 感人至深 人们都说狗是人类 忠实的朋友 忠心吃胆 而玛利亚心想 主就在这儿 我绝不离开 耶稣被他的爱打动了 他正哭的时候 竟然抬头看见了主 却没认出来 因为泪眼模糊红肿 主说玛利亚 他以为是堪圆的 这也没错 耶稣在东方的伊甸 安置了园子 伊甸园 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他听到对方 叫他玛利亚 他说先生 若是你把我主移了去 请告诉我在哪我去取 何等的爱 浮现在我脑海中的耶稣 往往是一名健壮的木匠 一个柔弱的女子 怎么去取耶稣的身体 我想一旦有人知道主的下落 玛利亚会义无反顾的 把他带回来 他会想尽办法看护他的主 或许主的身体 早已被那些罗马人毁尸灭迹了 尽管一筹莫展 却决心看护他的主 主说玛利亚 这次奏效了 玛利亚扑倒在地 这就是赶走那七个鬼的声音 他俯伏在耶稣脚前敬拜他 主说不要摸我 我还没有见我的父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 我要生上去见我的父 你去告诉他们 想一想 耶稣本可以选择其他人 去传扬他复活的喜讯 为什么偏偏选了玛利亚 彼得曾经来过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来过 蒙爱的使徒约翰也来过 主却等这些人一个个离开之后 偏偏向这个被社会 所唾弃的妇人显现 真是令人费解 如果我是耶稣 我会精心安排自己的复活 我得先向彼拉多显现 对他说傻眼了吧 你的兵丁连个坟墓都守不住 啊不 应该先向犹太公会显现 给大祭司该亚法和亚纳点颜色瞧瞧 二位进来可好 我只是想欣赏一下 他们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 耶稣并没有这样做 他向一个被人视为最软弱的人显现 以此吸引全世界的关注 他召选的人有智慧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却拣选了单纯爱主的人 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 为人谦和 耶稣使用玛利亚去传扬 足以轰动全世界的信息 耶稣说你要去 教会要去做什么 玛利亚第一次出现是在圣殿追悔脊醉 最后却唱着诵歌 宣扬基督已经死而复生 这是玛利亚最后一次出现在圣经中 他奔跑相告 宣扬喜讯 耶稣亲自差派玛利亚去传扬这大好的信息 这也是教会的使命 今天一共讲了七点 首先他在耶稣脚前哭泣 恳求赦免 在耶稣脚前为死去的弟弟祈祷 希望弟弟死而复生 主垂听了祷告 在耶稣脚前聆听真道 灵修 用由高主的脚 在耶稣脚前仰望十字架上的主 在耶稣脚前侍奉 最后在耶稣脚前敬拜 并宣扬基督已经复生 主能使用玛利亚乐意赦免他 也能赦免我们 我们像玛利亚一样 都需要经历以上七个重要的步骤 花时间 侍奉 聆听 祈祷 敬拜 宣扬 在耶稣脚前 存一颗痛悔的心 就近他 交托自己 不论你犯了什么罪 他的使命就是拯救我们脱离罪 相信吗 朋友 耶稣要拯救你 要像玛利亚一样 花时间在耶稣脚前 有时甚至要在他脚前 痛哭流涕 海夫纳曾经写过一段美文 名叫上帝使用破碎之物 他用破碎的泥土使五谷风灯 用破碎的云彩降下甘霖 破碎的鼓力烹制面包 破碎的面包转为力量 破碎的珍拿达玉瓶 散发出扑鼻的香气 使彼得破碎的心灵 化悲痛为力量 绝望的玛利亚 伏伏在耶稣脚前 却蒙了主的器重 你曾否伏在十字架下 破碎自己 有没有接受 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 请照着你的现状 救进基督 不论有什么过往 没关系 我们都是大罪人 耶稣乐意赦免你 你也会爱他 渴望这样的经历吗 你呢 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玛利亚的事迹 令我们伸手触动 他的信心激励着我们 如今我们也愿意奉献自己 我们相信玛利亚的经历 也能成为我们的经历 求你垂听 奉耶稣的名 M